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时走的 昨天晚上 齐先生带人找他 到现在还没回来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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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召你进宫 快去吧 微臣叩见大王 坐吧 谢大王 城中占卜老者被杀一事 你可听说了 听说了 你可知道是被何人所杀 这个 有人说是你手下之人所杀 有可能 他是谁 而今只是推测 尚无证据 推测是何人 钟离春 孙兵手下的女卫士 他为何要杀占卜者 据说是为了婚姻 占卜者说他和孙先生命中注定不可能结为夫妻 他一怒之下杀了占卜者 哼 这是何人所说 是军师的推测 你诉索把钟离春带进宫来 寡人要亲自审问他 他昨天晚上已经离开了微臣的家 四五所派人捉拿钟离春 遵命 这件事惊动了大王 朱离春的事你都说了 我不说不行 大王好像都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的 大王命我捉拿钟离春 这是为了嫁卜者的事 好像是 又好像不全是 找到钟离春了吗 没有 我找遍了整个林子的客栈 都没有他 我又去了四个城门 西门的士兵说 昨天晚上有个卑贱的人 从墙上爬下去了 根据士兵的描述 我估计是钟离春 我找了匹马 出了城门追了一段 可是没有追上 看来他是杀人潜逃 谁杀人潜逃 钟离春 他杀了谁 昨天夜里杀了占卜老者 你怎么肯定是钟离春杀的 这是军事的推测 大概是因为婚姻问题 迁怒于老者 这不可能 昨天夜深时我见过占卜者 而且西门的士兵说 钟离春夜深之前就翻过了城墙 你在哪见了占卜老者 街上 当时邹记的一个仆从 正带着他前往邹府 你没看错 没错 占卜者还跟我说了几句话呢 我说的是那个邹记的蒲总 也没错 我在邹府见过他 路子看来 占占卜老者的死是邹记的阴谋 如果是邹记的阴谋 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冥剑易朵 暗箭难防啊 大王 大王 寡人没有被人 寡人没有被他们迷惑 寡人是以退代进 以静观洞 待他们抓住钟离春以后 有了口供 寡人再处置他们 这样 朝中大夫和百姓们才心服口服啊 如果他们抓不到钟离春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抓钟离春呢 这就证明他们做贼心虚 寡人照样可以处置他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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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离春这么一脚 假戏真做 曾乃天意啊 哈哈哈哈 我担心钟离春闻听此事 回来作证 相国更应该趁热打铁 这田姬孙病于死地 我会的 大将军 大将军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交出兵权 遗手带攻 不行不行 我们交出军权 就更难对付邹姬了 邹姬奈何不了我们 关键是大王 我们交出军权 就可以解除大王的疑心 避免杀身之祸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哨吗 再说军队里还有田国中将军 邹姬一时很难以插手 军事说的有道理 而今最重要的 是解除大王对我们的疑心 大王 微臣近来身体不适 不意在执掌军权 请大王收回兵符 另选将材 田将军 寡人本无意收回军权 既然你身体不适 寡人也不强你所难 暂且收回你的兵权 天际寡人希望你好好修养身体 在身体康复之后 才为寡人效力 谢大王 大王 微臣是田将军的门客 既然田将军已交出军权 微臣也不宜再做军师 所以请大王收回军师之印 孙斌 你是个难得的军师 寡人真不愿收回军师之印 可是钟离春是你带过来的人 他杀了占卜者 若再让你留任 恐怕朝中的大夫们多有非议 寡人也暂且免除你军师一职 孙斌 你为寡人立下了汉马功劳 寡人不会亏待你 寡人将乐安之地赐予你 那里曾是你祖先的封地 谢大王 军师 沈先生 来 为了你的无中生有咱们干 也不能向我保除血脂干 田稷和孙并也还有此之之名 否则的话 来 干 相伯 田稷孙并虽然交出了军权 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要赶紧除掉它 否则恐慌无权 这个我明白 你又什么好计策 好了 你们退下吧 退下 请讲 相伙 最好的办法就是重金收买刺客 杀掉他们 不行 田稷虽然没有了军队 但手下门客众多 而且门客当中不乏剑术高手 刺客若失败 我们将前功尽弃 即使得手 田稷手下的将军必然怀疑是我所为 他们非要我的性命不可 刺激不刺客人 那就 借刀杀人 借何人之刀啊 借楚国之刀 如何借呢 楚国上次退兵之时 不是答应与齐国结盟吗 是的 相国选一个时机上奏大王 让大王派田稷孙并作为使者 前往楚国 商讨结盟之事 相国可让手下收买楚国 安插在齐国的间隙 让他们送密信给楚王 就说田稷孙并野心勃勃 自上次打败魏国之后 欲征服天下诸侯 此次前往楚国 名为使者 使则是为了刺探楚国的虚实 楚王必然会杀了他们 计策很好 只是我们一时难以找到楚国间隙 我认识一个 他曾经在魏国待过 好 此事就交给你办 公孙先生 人们都说孙并神机妙算 依我看 你比孙并更胜一筹 来 为了借刀杀人 干 干 孙先生 想什么呢 这几天我也想要纳闷 大王为何偏偏让我们二人出示楚国 大王说我们与楚国大将军有过接触 派我们出示楚国结盟之事容易伤他 一个大将军一个军师他就不怕楚王把我们留在楚国 怎么不怕 我怕伤你的自尊心 一直没告诉你 受命之时大王曾暗示我 若不回国满门朝斩 大王特别强调 他已经知道你的两位堂兄回到齐国 我一想把别人看得太善 几番周折后于是我不得不考虑 其中也有无恶意 大王会有什么恶意 若有恶意就不会让我们出国了 不是大王是邹记 邹记怕我们有朝一律东山再起 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 这次出示楚国定是邹记的阴谋 他的阴谋是什么 可能是收买刺客半路行刺 对 我就是要收买刺客半路行刺 你不是说要借楚王之刀吗 借楚王的刀是借 借刺客的刀也是借 只要能杀人 不管借谁的刀 那不行 如果田记孙殡半路被杀 朝中的大臣毅然怀疑是我 那就让他们死在楚国 可以把责任推给楚国 楚国没有理由杀他们呢 那就推给魏国 就说是旁军干的 如果行刺不成呢 若行刺不成 再借楚王的刀 双管齐下 绝不能让刺客知道是我 相国 相国请放心 请不吝点赞 我们终于到了楚国了 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邹记鞭长莫及 奈何不了我们了 难说 若我是邹记 就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下手 这叫出其不应攻其不备 你要是邹记那可麻烦了 这些天你睡得到很香 我每天夜里起来执夜 再这样下去 我可受不了了 那怪谁 我不让你职业 你非职不可 我不是担心随从麻痹大意吗 到了楚国 该你职业了 行啊 可我的腿不行 抓不到刺客 我不负责 跟你出来可真倒霉 就知道她是邹记 我可以 水 将军 是我 别打瞌睡 知道了 半夜叫我 是 你干什么 我是怕他们攻击不备 你是不敢睡 不是不敢睡 是睡不着 别不好意思了 不敢就是不敢 这是人之常情 再打打的人 也有胆怯的时候 尤其不知道敌人 什么时候攻击我们 说真的 我也不想睡 你不是睡不着 是不敢睡吧 就算是不敢睡吧 不是就算 是就是 就算 就是 没有就算 只有就是 好 就是 孙先生 你我在疆场之上 是何等威风 如今让一个 无中生有的刺客 闹得夜不能寝 想起来我就恨邹记 一个堂堂的相国 竟然使用如此的 小人手段 真卑鄙 现在骂邹记有什么用 当无知己 是想办法 如何睡觉 你就是有千条妙计 我也睡不着 除非没有刺客 俗话说得好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我们之所以如此紧张 就是不知道 刺客何时下手 孙子兵法说 兵法对刺客没有用 你听我说完 兵法说 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功 我们就让敌人 不知其所功 如何让刺客 不知其所功呢 刺客追随的是 七国使者 要杀的是你我二人 我们让随从 穿上我们的衣服 沿途散布消息 说我们半途生病 已回了林姿 由他们带行使者之命 此刻找不到我们 也就无从下手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换上百姓的衣服 沿小道骑马直奔出都 这个计策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为什么 这是明天以后的事 今天晚上还是不能睡 我还有一个计策 保证能睡个安门觉 不过要受点委屈 委屈我不怕 只要能睡个安门觉 说吧 什么主意 来来来 行啊 行啊 行 好 那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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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谁 请去看看 别弄却成猪 如果没死 你再回去怎么交代 种了毒箭 没有不死的人 我是怕万一 怕也没用 他们没死 你是何人 杀你们的人 能杀我们的人 还没生出来呢 放下剑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休息 孙先生 孙先生 活着呢 你听见没有 外面好像打起来了 好像是钟离春呢 兵义炸礼 别是假的 孙斌 出了吧 中离姑娘 真的是你啊 抓住一个 跑了一个 中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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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师 没事吧 没事 是 钟离姑娘 军师 快把大门打开 是 钟离姑娘 中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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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将军 将军 他已经死了 道远是条汉子 把他拉出去 好好埋葬吧 是 军师啊 刺客一死 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当使者了 我倒是希望再有一个刺客 你可别吓唬我 再有个刺客 朱离春还会出现 还在想他 我想问问他 秦华所说是不是真的 还有他何时跟上我们 每天晚上他什么都知道 我们躲在睡他下面他也知道 而我们却不知他在何处 是啊 朱离春要是个男人 天下少有他的对手 他即是女人 天下也少有他的对手 据我所知 只有一个人在他之上 谁 庞爵的门客 公孙月 夫人 真对不起 真是不好意思 又回来吧 这个邹相国 一高兴起来 就说起来没完 你又不能扫他的面子 只好在那陪着 别生气了 我听向国的隋从说 孙兵丢了军权 被大王派往楚国 对 我还听他们说 孙兵的一个护卫杀了人 那个护卫是个女的 国家正在通缉他 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女护卫 就是我姐姐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怕我告诉你了 你替他担心 可是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夫人 别难过了 这样吧 咱们等风头过去以后 我就请求相国上奏大王 请大王赦免你姐姐 然后等他回来以后 咱们把他接过来 跟咱一块住 好吗 相国能听你的吗 能 相国现在对我非常信任 那大王能听相国的吗 大王治国安邦都要靠相国处理 公孙 我想求你一件事 好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答应 我还听说 我还听说 孙兵丢了军权 是因为得罪了相国 你去求求相国 让他不要为难孙兵 好吗 夫人 夫人 别的事情我都好答应 可是这件事情不好办 孙兵和相国疾仇太深了 可是 你不是说相国最信任你吗 你去求他 他还能不给你这个面子吗 话是这么说 可是这件事 公孙 你只要答应我这件事 以后不管什么事 我都答应你 好 我答应你 公孙先生 谁啊 是我呀 那件事 好 你等一等 夫人 我先去一趟 你先坐着 我 相国 刺客 失手了 你不是说刺客不会失手吗 暗中有人帮助田几孙兵 暗中之人是谁 可能 是钟离春 钟离春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钟离春的功夫我知道 天几下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天几和孙兵怎么办 咱们不是还有楚王吗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楚国 楚王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但愿如此吧 我们到楚国已经五天了 楚王到现在也不接见我们 也许楚王太忙 再忙也应该召见他国使者 这是最起码的礼数 也许楚王不愿与齐国结盟 他就是不愿结盟也应该有个理由 哪怕是堂塞的理由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一时我也猜不透 明天我们去问问 不行 我想其中定有变故 嗯 变故 会有什么变故 谁 这几天天几与孙兵他们怎么样啊 据微臣观察多日 田几和孙兵不像是来楚国探听虚实的 可齐国的来信说的明确无误 你说怎么处置啊 大王 他们是不是来探听虚实的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将他们留下 留下 对 天几成为齐国的大将军 熟知齐国的军情 大王若能重用天几 齐国不足俱野 孙兵 奈当今天下 难得的帅才 据说又精通孙子兵法 若能将其留在楚国 让他辅佐大王 天下将归大王所有 对 想方设法留下他们 不过要是他们不肯留下呢 杀掉 大王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休想得到 杀掉他们 齐国会怪罪寡人的 好大王 齐国如果失去了田几和孙兵 就是怪罪大王 又能如何呀 你说的倒也是 使皇大夫 你这就去拜访田几和孙兵 遵命 使皇大夫请 好 请坐 二位使者来到楚国多日 寡君因国事繁忙 未能及时召见 实在抱歉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等几日 为表示歉意 寡君特地准备了一些礼物 让我送给二位使者 世皇大夫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们实在是不敢收王 田将军 孙先生 二位是楚国的贵客 寡君慢待了你们 本来就已经非常不好意思了 若不收下礼物 寡君会认为你们不肯原谅他 好 我们收下 天将军 孙先生 寡君让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哦 这是谣言 石皇大夫 这什么意思 哦 没什么意思 这是想让你们知道 这信上所说 与你们朝中的要人有关啊 石皇大夫 寡君给你们的亲笔信 你们已经看到了吧 请你们相信我们 我们真是为结盟而来 并非是来探听楚国虚实的 你们这些兵家 讲的是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我怎么知道你们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呀 啊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可以相信你们 但无法让寡君相信你啊 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 对敌人不说假话 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我们说的是朋友 那你们如何能让寡君相信你们是朋友呢 你说呢 留在楚国 辅佐寡君 不可能 那么寡君就无法相信你们是他的朋友了 你是在要挟我们 这不是要挟 我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想一想 七国朝中既然有人说你们是派遣到楚国来的奸细 不管是真是假 都想陷你们于死地 即使你们回去 对你们也没什么好结果 不如留在楚国 寡君定会重用你们 世皇大夫 我们是齐国的使者 每完成商谈结盟的使命 是不能够留在楚国的 那好吧 我转告寡君 叫他答应结盟之事就是了 在结盟之事商定之后 我们还要回国禀告寡君 孙先生 不用你们亲自回去 叫你们的随从回国 不就行了吗 不行 我们是齐国的使者 必须亲自回国 天将军 先不要急着说不行 要不 你们再考虑考虑 好 那我先告辞了 真没想到 楚王会是这样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先确定结盟之事 把楚王给大王的亲笔信拿到手 派快马送回去 再说下一步吧 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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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可想的 如果他们再不答复寡人 寡人就杀了他们 大王 大王 不可操之过急啊 得孙病者可得天下 大王还是再等两天吧 两天后 他们还不答应寡人呢 那到时再杀也不管呢 好吧 寡人就再给他们两天的时间 回去送新的人该到齐国地街了吧 快马加鞭差不多了 天将军 孙先生 两天过去了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世皇大夫 什么怎么样了 留在楚国的事啊 我们不会答应他 这就是你们的答复 是的 你呢 天将军已经说过了 你们不打算改变主意了 大丈夫 一言九鼎 那好 寡君有令 如不肯留在楚国 就杀了你们 借刀杀人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计 其意是借别人的手除掉对手 邹记和公孙岳 用此计借楚王之手 陷孙殿和田记于此地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趁火打劫 好 借刀杀人 公孙岳干得漂亮 庞总 你说楚王会不会真的杀了孙殿 楚王有称霸之心 他想让孙殿为他所用 如果孙殿答应 楚王就不会杀掉他 你说得很对 北车 我要亲自去楚国 叔父在方城大败楚王 叔父 如果楚王对叔父下手呢 楚王最喜欢两样东西 一是美玉 二是公卫 我带着他最喜欢的东西去见他 他不但不会对我下手 还会把我当作做上宾 大王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应该把田记和孙殿立即杀掉 杀掉他们不是太可惜了吗 他们不愿辅佐大王 将来必定是大王的后患 要想方设法 使他们回心转意 我看他们不会回心转意的 好了你不要说了 寡人就这么定了 让他们住在寡人的宾舍里 好好地招待他们 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包括女人 不能放这儿 放这儿就全死了 不下了 那咱们演练战争 我没兴趣 那你想玩什么 我想回国 谁让你们进来的 是黄大夫 他让我们来送饭 我们不吃 我们不吃 你们不吃 是黄大夫他会 啰嗦什么 出去 求你们了 吃吧 姑娘们别在意 他跟你们开玩笑 来 发那儿 是 人家找你了 发这么大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取笑 你没苦过 我当年睡猪卷吃猪食 还不照样是笑口敞开 你别说得这么轻松 如果你笑口敞开 就不会装疯卖傻了 我装疯卖傻 就是为了要笑口敞开 来 要喝你喝 我没兴趣 走 你 坐呢 美女加美酒 这是神仙过的日子 天将军 我们离开齐国以后 还没好好地喝一杯 今天咱们就以醉方休 醉了就回家 回家 醉了就梦里回家 来来来 为了家 干 这酒不错呀 来 再满上 来 干 二位喝得不错呀 怎么样 这酒菜还可口吧 可口个屁 将军 田将军这是 孙先生 你 这酒不对 是吗 好好照顾他们 是 记住他们梦中说的每一句话 不准遗漏一个字 是 我用我们去 先走了 去吧 初离 钟离春是谁啊 是您的夫人吗 钟离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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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斌都说了些什么 钟离春 钟离春 他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他没说 还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他翻来覆去总是这三个字 那个田记 说些什么 回国 回齐国 回齐国 没说别的 没用 大王 阮硬他们都不吃 就连漂亮的姑娘他们都不要 那他们要什么 他们就是想回齐国 连梦里都在想 大王 我看他们是不可救药 干脆杀了算了 不 不杀他们 把他们关进牢狱 何时答应寡人 何时放他们出来 要是他们一辈子都不答应呢 那就让他们终生不见天狱 孙先生 这么多天过去了 还没想出逃脱之机 记忆倒是有一个 只是不知道你答不答应 什么记 快说 你快说 我答应楚王的条件 留在楚国 条件是放你回齐国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楚国 你放心吧 这里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又有漂亮的姑娘相陪 你就放心的走你的吧 我不是担心你 我是担心齐国 齐国没有我田记可以 没有你孙宾可不行 你不回去 我回去有什么用 怎么没用 你田大将军 秉执公正 威望福重 若你在的话 邹记就不敢为所欲为 若你不在的话 他们可就轻举妄动了 吃饭了 吃饭吧 我是齐国大将军 不能吃这种猪狗之食 给我端回去 使唤道不有令 你们不答应楚国的条件 能吃这种饭就不错了 别别别 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嘛 还挺好吃的 来 比方将给我吃的强多了 外臣叩见大王 庞元帅 你胆子不小啊 大王的话 外臣不明白 方程一战 你让寡人无言见天下 你直身来到楚国 难道就不怕寡人杀了你吗 外臣不怕 大王 是文明天下的贤王 讲信以明大理 从不斩杀外国的来世 怎么会杀外臣呢 此外 方程一战 外臣作为魏国的元帅 当为魏王拼死一战 一个贤明的君王 是绝不会杀害一个 忠诚于国君的臣下 庞元帅 你很会说话 不 不是我会说话 是大王会做君王 楚国 由此贤明的君王 最有一时之失利 终将称霸于天下 坐吧 谢大王 大王 外臣带了一点小礼物给大王 往大王笑纳 这宝玉太美了 可依于何时璧相媲美 他比何时璧还要美丽 对对对 庞元帅 送给寡人如此珍贵的宝玉 定有要事相求吧 小事一件 庞元帅 有什么事尽管讲 寡人一定满足你 听说孙殡已经落入了大王的手中 是啊 不知大王有何打算 寡人想把他留在楚国 辅佐寡人 大王 外臣曾与孙殡同学三年 了解他的品性 他身为齐国人 极重乡土之情 外臣曾把他举荐于寡君 寡君非常器重的 拜他为客卿 答应以后 让他替代外臣做魏国的元帅 然而他却背叛寡君 寡君念他是个人才 饶他不死 他却动用诡计 逃奔齐国 大王 即使你留住了孙殡 他也不会与大王同心同德的 庞元帅的意思是 杀了他 杀了他 太可惜了吧 孙殡这样的人才 旷世难得呀 孙殡的确是人才 但如果今后他辅佐的不是大王 而是大王的敌人 那么大王今天的举动将是 养虎为患 大王 大王 不能让孙殡活在世上 哦 庞元帅你给寡人如此贵重的礼物 就是想让寡人处死孙殡 不完全是 孙殡既是魏国的要贩 又是外城的死敌 外城请求大王将孙殡交给魏国 由魏国来处死 寡人明白了 孙殡以前曾数次打败过庞元帅 使庞元帅威风扫地 庞元帅想借此机会公报私仇 报仇之心人人皆有 报仇心切可以不择手段 大王 外城请求将孙殡交给外城 由外城来处死他 这样 齐国所怨恨的就是外城 而不是大王 大王 孙殡不除 留给大王的后患 将是无穷无尽的 可据寡人听别人说 孙殡离开魏国 不是像庞元帅所说的那样 而是遭人迫害 不得已才离开的呀 大王 耳聪目明 我承认瞒不了大王 在魏国的时候 我就与他不共戴天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庞元帅 这就对了 好 寡人满足你的请求 把孙殡交给你 谢大王 大王 大王 什么事啊 大王 不能把孙殡交给庞娟了 你不是说孙殡不肯辅佐寡人 就把他杀了吗 谁都是杀 不如送个人情 把他交给庞娟 让庞娟杀了他 这样 齐国就不会怪罪寡人 而怪罪庞娟了 大王 庞娟要杀孙殡 跟我们杀不一样啊 都是让孙殡死 有什么不一样 大王 如果有人抓了大王的仇敌 也要杀死他 大王能用这西式的珍宝 去换取亲自处置的痛快吗 哪要看仇敌的价值 是否比这西式珍宝更贵重 孙殡的价值 比起这块西式珍宝 价值是不是更高啊 庞娟如此聪明 从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以微臣之见 他肯定是为了孙子兵法 说下去 不过这倒提醒了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 得到孙子兵法呢 我们要是有了兵法 大王不是可以照样称霸天下吗 如果他不肯写呢 微臣自有办法 这儿还缺一路人吗 给 把这儿拿去 够了够了 正日在此无所事事 也不知道家人们最近怎么样了 大王收到我们的心以后 知道我们的处境 不会难为我们家人的 我是怕邹记 再搬弄是非 天将军 孙先生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不好就别说 石黄大夫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庞娟来了 他要把孙先生带回魏国 我呢 他要不要 你不知道他要 那不行 孙先生和我是患难兄弟 他不要我孙先生也不能去 孙先生可以不去 但必须答应寡君的条件 你回去告诉你们大王 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不会答应他 这条件跟你没关系 什么条件 寡君说了 这要孙先生把孙子兵法写下来 大王就不把你交给庞娟 还可以放你们回国 怎么样 想得倒霉 不行 又没问你 你又不懂兵法 问你也没用 孙先生 怎么样 好吧 我答应你们楚王的条件 但是楚王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请讲 放田将军回国 不行 孙先生要回去 我们一起回去 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不放田将军回去我就不写 交给庞娟就交给庞娟 不就是一个死吗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再此一次又有何妨呢 来田将军 咱们继续演练战争 好吧 我把你的想法 禀告寡君 对 这儿 孙先生 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一个人不能回去 如果我一个人回去 邹记将借此发挥 田将军 不能以为邹记我们就不回国 我们之中必须要有一个人回去 邹记就不敢为所欲为了 可是 如果邹记污蔑你背叛齐国 陷害两位堂兄如何是好 还没有